他一夜间变成了老板 他一夜变成了歌星 他们一手创造的奇迹 一部满间星的阵容 由梅艳芳 成龙 吴马 柯俊雄 龟亚雷 叶韵妮 吴耀翰主演 人并十一代步步转运的舞台巨星 梅艳芳 在我们今天最佳女主角的单元当中 请到哪一位女主角呢 她不论是在歌坛上 影坛上 生活上 舞台上 都是大家心目中非常崇拜的偶像 也非常佩服她 一起来欢迎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梅艳芳小姐 你好 梅姐你好 可以说姑娘你烫吗 当然 梅姐好 其实你的任何一个行动 你的出现都是媒体的追逐的焦点 而且这次您再付出 相信许多喜爱你的歌女朋友 真的兴奋不 但是我想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您这次付出计划 是短暂的呢 还是你有做一个长远性的计划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计划 我没有想过是短暂还是长久的 可是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年纪 还可以做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对社会上面 有影响的东西 对 这正面的当然是有好的影响 那我现在 我说 我修行三年多的一些歌迷 他们都写信给我 他们都希望我出唱片 希望看到我演唱会有一些 我说对他们来说 我有这个责任在身上 我觉得 今天还可以做了 我尽量去做 没有想象过太多要多久 没有想到 所以今天我这个访问来 因为我是你很忠实的歌迷 我相信 我就像那些 显示给你不断要求 希望您付出的歌迷 我们真的很期盼 看到你在舞台上的表演 其实我很关心任何的新闻 像常常这个包装杂志媒体的报道 我知道其实你在这个 解历圈里面一路走下来 虽然你的成功是我们大家很肯定看到的 但是我知道这背后其实付出很多 就是辛苦跟不为人知的 也许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难 那我想在这里就确定 这什么样一个毅力跟意念 支持你 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勇往直前 其实做艺人 你们看的是风光的一面 多不多彩一面 其实他的背后都有一小段的故事 很少人知道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 意志力的我想是 因为推动我的迷 就是因为每一次都是歌迷 我觉得很累的时候 他们看着他们的信 就是很大的鼓励 很辛苦很辛苦 结果你觉得有人欣赏你 有人知道你辛苦 珍惜我 那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有时候我觉得对 来你之间这个珍惜的感觉 也不会好像这样子 我的歌迷对我这种爱 他们的爱好像太伟大了 就是你这个最大的动力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很累 唱得很辛苦 在台上面的时候 很累啊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一些心可能超过脑后了 那我想 不管你在歌台上舞台上 当然你的这个演出啊 都是大家备受的肯定 其实在影台上 就是你的演技啊 也是大家肯定得过这个 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嘛 不管你是全是这个 陈龙世的喜剧 或者是这个 演个音之后一面 这个清美爱情的女主角 还有穿导桑子式的表演方式啊 那我想尼卡你演出这么多的角色 你自己觉得 你最喜欢的一个角色 其实在电影上面 有很多我就觉得 蛮有刺激的 譬如说在英雄粉丝3里面 西洋夫哥里面 那个很 很那个大电 好像很威风的感觉 很红色 对对对 可是我现实生活里面 我自己希望会演一个 幸福的女性 这个是我在电影上面 还没有看大 所以你现在最想 如果接怎么样的角色 就是全是一个 很幸福的小女人 现实里面我希望做一个 那电影上面 不希望做的 那电影上面 我觉得 太完美的话 人家就觉得不好看 没有共鸣哦 对啊 那你最想演哪一页的角色 就在电影上 那讲到幸福的小女人 我觉得 等一下很深刻 谢谢你 以前哦 好久没请你当专辑的 心意爱人 三连 三连 三连这个歌真的很棒 因为我觉得 现在很多男女 在谈恋爱的时候 她们都觉得 好像两个如果分手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恨恨 而且很多的埋怨 对 可是叶子哥就是知道 我们如果维近分手了 要从想到对方 的那段时间付出 抱一个感谢的心情 对啊 就没有怨没有恨 其实你有想过 就是说 她跟你一起有时候 你已经很快乐 这段时间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 其实你已经快乐过了 对不对 想起来会常常有这个爱的心 有时候有个感谢的心 对自己也是好 皮肤也好一点 心情也好一点 会漂亮一点 对不对 常常麻烦恨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的人都越来越 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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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 那我想今天 有没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所有电视机前面 亲爱你的观众朋友 做个小小的请求 因为我觉得 你全是这种客人 真的是太棒了 这种感觉 真的是到心里面去 可悲你为我们 清唱一小段 亲密爱人 好不好 可是我那个时候 录的时候 跟现在心情不一样 而且我现在心情 全是亲密爱人 好不好 谢谢 可能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好久没唱歌 请你还吹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有你的日子 饭外的清风 哇 哇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愿望 能够听到 Anita 想听唱一段 那我想啊 我们这个是真的 女性观众朋友 设计的节目 我想女人都希望 自己能够更美 其实在我眼里 我觉得Anita 你很美 可是我常看一些这个 访问或是访问当中 你都说 哎呀 我自己哪里不好了 我哪里不好 像对比很多调题 可是事实上 我觉得你真的有那种 说不出的魅力 那种美 是别人无法取代的风格 老实说 我真的觉得 自己一点一点一点都没有 美的感觉 都没有 真的 其实大家看你都觉得你很美 可是我的歌迷都反对了 反对什么呢 一些歌迷都反对 他们说 你不要再说 你不美 在我心目中 你是好的 你是美的 美的不一样 在外表 对 其实一个美并不是一个漂亮的五官 或一个很标准的身材 可是在内心很难看到 能美 因为内心就已经表现出来 像你这种风带 跟你的风格特色 可是我觉得 你倾在人家 你有一个美丽的心 你倾在你 有一个美丽的外表 看得更好 对 内心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说 那安丽塔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些女性观众朋友 一些很好的建议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使自己更美 其实我没有真的想过 那个美的定义是什么 不过我觉得 女性有多时候就是 高雅 其实内涵是很重要的 就是常常保持这种笑容啊 一种很欢的心 就是爱的心 女人最漂亮的时候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对啊 你说你爱对一个女人 影响是很大的 对 你常常抱着一个爱的心 要说是你对爱人 小孩子 哪一种人 对爱的心的话 那你常常有这个表现的话 你的美就慢慢出来了 而且别人就感受到你的那种美 我会觉得那种美是比较舒服的 好 那安丽塔 你是大家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吗 你可不可以猜猜你觉得 在你心目中你的最佳男主角 拍戏是什么样的条件呢 拍戏的还是戏底下的 都可以啊 你觉得拍戏的最佳男主角 你觉得跟你合作过 你觉得谁是最佳男主角 在电影上面 我觉得跟我最合得来的话 就是 周日发 因为他是真的会 非常会演戏的人 生活上呢 生活上你的最佳男主角 还没出现 还没出现 那你提到怎么样的条件 你觉得 条件 其实我一直在说 一个男孩子 不要说是很漂亮 肯定就是要代表 当然不要 做菜叉啦 或者是 看得很舒服 要是他有一种爱心 还有 他是一个 有 家子就是有责任感的男人 有风度的男人 我也觉得 作为他的女朋友 会觉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那 这三个条件是最主要的 就是你的心目中的最佳男主角 我想 今天真的很高兴 要跟安丽塔这样聊 我相信 博物 喜欢你的观众朋友 今天一定觉得非常的过意 为希望 能够早日 达成你 在切实社会当中 要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 非常谢谢你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我们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文艳芳 阿丽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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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бсолютно 谢谢 做口